欢迎大家来到主日学系列 罗马书 传备的救恩 今天第八课 神主权中的简选 第二节 罗马书 第九章 十四至二十三节 我们上一节就讲到神的简选 是讲着蒙恩得救成为神儿女的简选论 神的简选显明了祂的旨意 就不在乎人的行为 圆圆串串在乎赵人的主 那背后真正的原因 又在乎神爱祂所揀选的 所以不蒙神揀选的 就是神所厌惑的 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来到这里的时候 有时按人的常理 总会听到一个这样的结论 而这个结论 在这段经文之后的论述当中 保罗都是估算得到的 所以第十四节 所以保罗就尝试站在一般人的立场去思想的时候 人就有个这样的结论了 他就说了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当保罗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他是表达着一件事 当人去探讨 神将救恩临到罪人这件事情上 他们就认为 神应该是公平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公平得到 神的慈爱 神的揀选 神的拯救 但是保罗就说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那就是说 当人见到神 吹祂主权的揀选 是源于祂爱谁就选谁 就觉得神真的不公平了 如果要选 如果要爱 就应该个个都爱 个个都选 似乎这样才算自为公平的 但是保罗就说 断乎没有 你们以为在这件事情上 显出神不公平 捉到神的把柄了吗 保罗说 不关公平的事 绝对不是论述 神公不公平的问题 如果是公平 个个都选 那就不叫做选选了 但是我们怎样透过 保罗的论述 去了解人 为什么有这样的认为 在简选的过程当中 神不公平 那究竟出错在哪里呢 好 我们尝试了解一下公平 记着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四节 和十二至十四节的经文 是主耶稣向当事的人 讲一个比喻 他就说 因为天国好障 家主清早去雇人 进他的葡萄园作供 和供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 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若在自初出去 看见史上还有行站的人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所当给的 我必给你们 他们也进去了 后问就继续去论述 他们得了 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整天努苦受益 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事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 朋友 我不亏负你 你与我讲定的 不是一钱银子吗 那你的酒吧 我给那后来的 和给你一样 这是我愿意的 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 什么叫做公平 公平 就是说 当大家都协商了之后 大家都赞成这个协商 而作出的决定 你付了工人的努力 主人就将 大家共同协商了 所定的价钱 就还给 付给那个作工的工人 所以这里是有一来一往 大家都在一个立约的契约精神底下 互相完成了这个契约精神 这个就叫做公平了 在罗马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 这样说 你竟任着你高硬不悔贵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致神震怒显摊 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他必照各人的行为 报应各人 凡恒心恒善 尋求荣耀 尊贵和不能扭坏之福的 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唯有结党不信从真理 反信从不义的 就以愤怒 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他将荣耀尊贵平安 加给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不偏待人 神是不偏待人的 神是公平的 在什么事情上呢 就是当人在神面前的追求 是正确的 是尋求永生之福的 尋求行善 尋求荣耀的 神就以永生报应他 谁这样做 就谁都得着这种结果 但如果结党不信从真理行恶的 神就将患难加给一切的人 无论是犹太人 或者是希腊人 所以在神的公平 透过这个审判过程之中 显明了出来 所以按这两段经文 你会发觉公平 是有一个原则性 是相对于一个 如果双方都有一种的明白 理解 而得到的结论 大家共同在一个契约精神底下 要面对的 因为人在神面前 已经有神所赐的良心 作为女头的律法 以到人去面对神的审判 不可以说我不受审判 是合情合理的 而且神审判人 也都按着每一个人 所刻画的良心律法的要求 个个人都是平等的 但是我们是不可以用公平的原则 去看待神 拣选人 成为神的儿女 得蒙拯救这份的恩典的 因为恩典出于神的怜悯 出于神的恩典 这回事是不因为人有作功 而理所当然可以去得的 所以保罗就继续论述了 不好意思 你们以为神简选这件事情上 是神不公平吗 不好意思 没有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你们将公平这个原则 放在神简选这件事情上 已经有一个前切的错误 所以保罗就继续论述了 他就说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透过这里的论述 我们要明白了解一件事 如果我们深深去研读神的话语 了解全备的救恩 竟然临到我们这个罪人 原来不是出于神公平的对待 因为若按公平的对待 每个人都按律法而灭亡 我们之所以能够越过律法 因为信基督 基督代替我们 成为受罪受死的代替者 让我们从律法的咒座都拯救出来 这个不是出于神的公平 而是我们蒙简选是出于神的怜悯 所以他就用摩西在神面前领受的话语 作为一个主线的论述了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代谁就恩代谁 同样我们明白我们是蒙神怜悯 我们怎敢在神面前有任何的夸耀呢 所以真实去明白神传备救恩的人 不单止不会觉得神不公平 而是领受救恩的人 总是会在人面前作见证 我其实是一个蒙神怜悯的人 既然蒙了神的怜悯 就不敢在神面前说 神救我 神不救他 是神不公平 因为活在神怜悯之中 明白真理的人 是不会这样论述 神简选人得救 是出于神的不公平 我们继续理解一个蒙神怜悯的使徒保罗 怎样将神怜悯与简选这个原则的结合 他就说了 怜悯 摩西蒙神的怜悯 和恩代 那这句说话是哪里来的呢 在初一及记三十三章十八至十九节 摩西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耶和话说 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 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代谁就恩代谁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在这段经文的背景是 当时摩西为以色列百姓求请 希望神与他们一同继续前往加南地 当这个祖告祈求完了之后 原来摩西就很想见神荣耀的念 但是神就告诉他 谁见到我的面就会死 但是神又想回应摩西这种祈求 在这个回应的过程里面 摩西之所以能够蒙英雲 不是在乎摩西他自己 因为耶和话向他宣告了一个总原则 就是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 就是说你能够见到我的荣耀 源源出于我自己的恩慈 完全是出于我对你的怜悯 所以主在这里就向摩西这样说 我要恩代谁就恩代谁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不是因为摩西已经和神说好了一个方案 你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而是神主动愿意彰显祂的荣耀 主权在祂的手上 既然祂的主权愿意把荣耀显明出来 背后就好在乎神愿意怜悯 愿意恩代 当这句话透切去思想理解之后 十六节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哪定义的 也不在乎哪奔跑的 只在乎法怜悯的神 透过摩西这个见证 背后神一个怜悯谁就怜悯谁的总原则而言 保罗就下了一个这样的结论了 而这个结论是合乎圣经的结论 每一个人能够得着神的拯救之恩 能够被神恩信基督 称为神的儿女 领受永恒的产业 得蒙永远的赎罪 有荣耀的身体 这一切因儿子名分而来的祝福 全部都在乎神的怜悯 而不在乎人在神面前的定义 和奔跑 那定义是什么意思呢 定义在原文是G2309 是一个动词 那个时态是现在 语态是主动 那就是说 这个动词表达就是 每一个时候 每一个人作出主动的那种态度 意思是 人很愿意 很主动地去尋求 有一个愿意 有意思 笑得到一些东西 想要拥有一些东西 甚至里面有一个意愿要决定 准备好 喜欢等等的意思 即是说 人里面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意愿 有一个决心 人有这个决心 要去得这个福音 得这个请教 圣经说 不在乎人有这一种的定义 这一种的定义 都不是先决的条件 一切能够领受救恩先决的条件 不是人有没有这种的定义 而是完全在乎神的怜悯 定义 我们留意一下 诗篇第十四篇 一道三节的经文 圣经说 如还人心里说 没有神 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悟的事 没有一个人行善 也说从天上谁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蔚 并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透过诗篇一段的经文 我们就知道 人在神面前的定义 本身已经是败坏了 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定义 去寻求神的 如果有的话 他里头都是偏离了的 不是要去寻求那位神 和神真正的祝福 这段经文讲到 没有一个人 愿意去寻求美善的神 而且是为着行善的目的 他们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蔚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都没有 所以人的定义 本身已经参集了 很多败坏的心思 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 二十八到三十二节 讲得很清楚 人的定义是怎样的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全邪癖的心 神原显明在人心里的知识 人故意去拒绝 所以神就任凭他们 被装满了各样不意邪恶 贪婪恶恶 恶毒满心事 窒盗 凶杀 鬼诈 毒 恨等等 三十二节 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 这样是的人是当死的 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所以人里头的定义 其实已经败坏到不得了 我们再留意 也不在乎那奔跑 如果有人真是这个定义背后 是讲着意愿而已 那奔跑就是一种什么 去实践这个意愿而显出来的行动 奔跑的原文是G5143 是一个动词来的 又是一个现在式 和语态是主动的 那意思是奔跑 充足前进 即是很急忙 很有这种意欲 意愿去表达 透过行动要快点得着的意思 那好吧 那究竟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 人真是很想寻求神的呢 有的 但这个寻求也显明了 人是偏离了的 不信我们看看 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至二十二节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 夫子 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在这句说话表明了 这个人已经想去得永生 并且奔跑到耶稣的面前 很想得永生 你发觉他很想在神那里尋求永生的答案 甚至得到永生的 耶稣就说 你若愿意作完全忍 可以去变卖你所有分级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 就悠悠仇仇地走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他就发觉 当耶稣给他这样的挑战的时候 他信不下 因为原来要得永生 是要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 甚至说 当我将财宝变卖 有财宝在天上 这个是要凭信心才能见到的 那他的信心 就只是建基于地上他所见到的财宝 既然他没有信心领受天上的财宝 又何来有一个真正的信心 领受神所赐不能见的永生呢 更重要的是 他为什么会悠悠仇仇而走 顾及他的财产很多呢 可想言之 他不是要得着天上的财宝 他是要得着永远的生命 去享受他地上丰富的财宝 所以他的永生 和神要赐给他的永生 是两码子的事 是完全不同的事 在神面前要成为一个完全人 就是跟从神的人 他不肯这样做 他是要得他想期望的永生 因为他有很多财宝 所以就算有这个定义 就算这个定义落实于奔跑之中 如果没有神最终的怜悯和简选 人都会按着他的私欲最终偏离 而得不着他寻求的永生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一件事 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怜悯 没有一个人能凭自己的定义和奔跑 最终得着神的拯救之恩的话 所以在人不能这样达到神拯救之恩的祝福 神就只能够用祂的主权 出于祂的怜悯 临到哪一个 哪一个就最终能够在灵性上蒙松醒 在真度的帮助之下 圣灵的光照之下 能够明白救恩 认清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事实 得着圣灵的引导 领受耶稣基督成为祂个人的救主 所以圣经这样说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所以这一道整段的经文 其实就是要传释上文所论 能算为神的儿女 这等应许的福气 完全是出于神有呼召 这是最表面的人能够体会的事 人听福音 就是神透过福音的内容 呼召祂归秦于主 在主面前悔改领受赦免之恩 这个呼召祂是最表面的了 但保罗一路的论述就说明 这个呼召祂的背后是有神的简选 而在神这个主权当中的简选的背后 有神的爱的临度 和出于神的怜悯 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路加福音》之错 那《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Brook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祝福伊德支柔强 他有这种意愿 想去看耶稣是谁 但亦却有这种身体的不足 很难看到 好吧,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哪里经过,在他里面有一个强劲的意愿 甚至这个意愿令他不断奔跑,甚至爬上树 都要看看耶稣是谁 是不是真的在乎他的定义,在乎他的奔跑? 不是的,因为圣经这么说 耶稣到了那里,即是那棵桑树的位置 就抬头一看对他说,撒盖 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如果撒盖只是想见耶稣,而耶稣不抬头一看 只能够擦身而过,见一见他的样子 所以在这里,很明显我们就知道 主耶稣特意停在那里 又知道撒盖在那里,又认识他的名字 看透这个人物 就抬头一看,要求去他家里吃饭 这种行动表达了接纳他这个罪人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所以站在撒盖的立场,他知道他自己是不受欢迎的 在众人眼中是一个罪人 但竟然被一个众人都欢迎的 以为是先知的耶稣接待了 好,你知先知是代表神的代言人,是不是? 所以撒盖看会神接待他 与众人完全不同 撒盖就暂着对主说 主呀,我把我所有一半的级穷人 我恶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这个是带着一个犹太人的背景 认识律法的要求,还他四倍 我得罪了谁,我规决了谁就还他四倍 而且也显出了神要求以色列人 有那种生命的特点 就是怜悯 所以他将家业分一半给穷人 不是穷人对他做了什么好事 而是他主动的撕恩 如同他们的神怜悯世人一样 所以耶稣就说了 今天救恩已经到了这个家 他都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因为阿伯拉罕以信为本跟随神 现在撒盖是以信为本去跟随神 不是以他的钱财为他的主人 所以整个过程生命的改变 都很在乎耶稣基督抬头一看的邀请 因此不在乎哪定义 不在乎哪奔跑 只在乎向他发怜悯的神 当我们了解了在乎怜悯的神的时候 保罗就再论述另一个重点了 17节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但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 并要使我的名全遍天下 这段经文的论述 目的就要去衬托出 神要怜悯谁 那个就从一个硬心的状态 能够在神面前悔改 领受福音 领受神的应许 成为神的儿子 将来得永恒之福 同样当神的怜悯 没有临到那个人 人在神面前原本的光硬的心 就不断显露出来 这个背后 不是那个人有能力去抵挡神 那么简单 而是神更高的主权 愿意让他继续肛硬 这个就是神的权柄 让他不蒙怜悯 任凭他肛硬 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的论述 就显出教约当中一个重要的例子 就是当摩西要出埃及之前 就被法老多方的难阻 而这个多方的难阻 在法老他主动去实施的时候 仿佛是他有这个权柄 但其实透过圣经的论述 我们就知道 法老之所以有权柄 硬心作这些难阻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 原来有更高的权柄 容许他这样做的 所以这句话就这么说 神说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权能 所以原来有人在神面前 硬心背后是怎么样的 是要彰显神的权能 为什么 他说要使我的名全遍天下 OK不要紧 你继续在我面前硬心 不要紧 我有更高的权柄去制服你 让我的名声在这个 敌党神的人的面前更显明出来 在初一及记 第九章 十五到十七节 圣经这样说 我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 和你的百姓 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 其实我叫你全立 是得要向你显我的大名 并要使我的名全遍天下 你还向我的百姓至高 不用我们去吗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所引用的经文 就是出着这旧约 出埃及的九章这段经文 而这段经文 再次显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神用各样权能所施自的灾难 临到埃及 就要不断显出神的大能 神继续任凭这个法老的高颜 其实他可以立即除灭这个法老 只不过神容许他继续抵挡神 为什么 因为好叫神继续在他的埃及 所管轄的地带当中 施展神继续的攻击 神的大能 目的就是要传扬他的名声于天下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了解到 梦神继续的教徒可以为神 去作传扬神荣耀的名 同样 神可以用他的酬的 在他的身上去彰显他自己荣耀的名 这个就是神封诚的智慧 我们留意下约书亚记第二章八到十字 当时的背景是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 去了解他们第一座要攻打的城 就是耶利哥城 两个探子还没有躺恶 就去到一个女人的房子里面 这个女人就上房顶 到他们那里 对他们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刺给你们 并且因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惊慌了 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 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阿摩利王 西弘和恶 将他们进行灭绝 所以你就知道 原来神的作为 在一帮硬心的敌党神的君王的面前 能够显明出来 并且能够全阳一劣国当中 甚至一个的妇人都听闻的时候 因此深信神的作为与能力 并且深信耶和华所说的话 将迦南地刺给以色列文 因此我们就知道 神原来兴起仇敌 抵挡他的君王 是出于他的权柄 任凭他们去抵挡 因为神要在他们身上显出权柄 要继续传扬他的名声 所以十八节就这么说了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叫谁肛硬就叫谁肛硬 因此我们就知道 如果神的怜悯没有临到法老 神的主权临到法老 就任凭他肛硬 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在初级记第九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 法老见与和婆与雷指着 就与法犯罪 他和他的神博都硬着心 法老的心肛硬不容以色列人去 正如耶和直摩西所说的 因此法老的心肛硬 是神早已计算得到 就任凭他肛硬 那为什么法老会这么肛硬 原来透过保罗在罗马斯的论述 我们就知道 因为神不怜悯他 就容许人本身向神 敌党神的肛硬 继续延展下去 不要紧要的 因为神没有怜悯他 但神也都用得着他 继续传扬神的明星 这个就是神的智慧 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 我们刚才都论述到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 所以表面上他们好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其实背后是什么 是不蒙神怜悯 是任凭人全光硬的心去抵挡神 不要紧要 因为神定义不怜悯 最终就任凭他们去面对最后神的审判 这个就是神显出他的权柄 并显出他怜悯与否的结果 当我们这样论述的时候 保罗又再尝试站在普遍人的立场 去论述了 他就说了 你这个人你是谁 竟敢向神强嘴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可能去到这个地步 不信的人 他们会继续去论述 如果神不怜悯就不怜悯 要我们干硬 要我们干硬 哎呀 那谁可以在神面前 可以和神辩驳 神用他的权柄 可以玩弄一切 所以他就说了 你究竟是谁 竟然敢在神面前 仍然这么硬心 继续无理对 以为自己 撥益神 放纵私欲 行出种种的恶 自己还有道理 而神不拯救你 是神没有道理 你仍然这么强嘴 所以当一个 蒙神怜悯的人 当自己 祈求神怜悯的人 是不敢在神面前 强嘴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体会什么叫做权柄 我们留意一下 马帝福音第八章五到九节 耶稣尽了加白龙 有一个伯父长进前来 求他说 主啊我的伯人害 坦汶病 躺在家里 甚是痛苦 耶稣说 我去医治他 伯父长回答说 主啊 你到我射下 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伯人就必好联 他说我不敢当 就是不配 主啊你千里召召来到我家 去救我的伯人 这件事情 我不敢当 我不配 我只祈求的一件事就是 你讲一句话 你不需要去我那里 因为我不配的 但我就求你 联敏我的伯人 希望你说一句话 我的伯人就好了 那为什么他觉得 我不敢当 不配耶稣去他家 施行这个神迹 因为他体会了一件事 是从他自身的经历 体会了一件事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我体会什么叫权并 因为我是一个拥有权并的人 有士兵在我的权并之下 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哪个说来 他就来 我知道什么叫权并 有士兵在我的权并之下 我就吩咐他做任何的事 他就来 对我的伯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所以 这个人 在主耶稣的面前 称他为主的时候 他就 传着谦卑的心 希望能够 蒙怜悯底下 得着耶稣去 医治他伯人的机会 所以 他是知道 自己是 不配得到的 除非 神愿意 这位主愿意 因此我们就明白到 原来在神的主权 怜悯之下 人才有机会得着拯救之恩 不是因为人 是配得拯救之恩的 在公平的原则底下 人只是配得犯罪 按律法的要求 公平处理地去受罚 但人不可以用公平的原则 仿佛自己是配受神的拯救 配得神的恩典 配领受将来一切的福气 成为神的儿女 这一切原本是 不配的 因为人不知道自己 服在神的权下 既然服在神的权之下 神的权并要赐给谁 就赐给谁 不由得福在权并之下的人 去主导着神 去施展祂的恩典 所以当使徒保罗 向他们论述 人在神的权并之下 竟然继续这样强取 歪曲事实 以神不拯救他们为不义 而忘记了自己在神面前 不宜应该受神公平的审判 所以保罗就继续这样论述 他说受造之物 岂能对造他的书 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呢 就是说我们忘记了我们受造者 创造我们的神有绝对的权并 就用一个比喻去论述 他就说 遥障难道没有权并从一团泥 拿一块造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造成悲战的器皿吗 如果作为一个人 是一个遥障的身份 有一堆泥在他面前 这个遥障对一堆泥来说 他有一个绝对的主权 他想在这堆泥上 怎样做 怎样搓 怎样设计 都在乎遥障的权并 一个就造成贵重的器皿 一个就造成悲战的器皿 这个都在乎这个遥障的主权 何况创造我们 创造万有的神 难道没有权并吗 所以人能够在神面前强嘴 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一个受造之物 忘记了神是一位创造万有的主权者 所以圣经继续这样论述 他说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 彰显他的权能 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 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原来这里讲明了一件事情 为什么有人不蒙神怜悯 因为当在神创造这些人的时候 人的败坏是神预先知道的 人的顶状神是神预先知道的 就有一批不蒙神的怜悯 就预备去彰显神的权能 背后愤怒 因为神的公义 所以最终就在公平的原则底下 遭受神的审判而灭绝 法佬就是一个代表者了 二十三节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 彰显在蒙连文 而且万古之先早已经预备预定 他蒙连文而来的救恩得救的事情上 最终能够彰显荣耀 这个荣耀就是说能够效法 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荣耀 落实在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身上 作为一个器皿去彰显神的怜悯和荣耀 这个就是后文所论述 蒙神应许在基督里作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在神的简选 神的主权的简选 蒙神怜悯的就彰显神的荣耀 蒙神不怜悯任凭他肛硬的心继续下去的 就是遭神最终的审判而灭绝 保罗在《斐纳比书》一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说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事证明他们沉沦 原文是消灭毁灭的意思 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且为他受苦 这里就讲一帮属神的基督徒 他们为主的名受苦传扬福音 为福音的真理持守而受苦的 你们所传的福音 人不单不领受 并且要威吓你们 不要紧 神任凭他们肛硬心 他们继续这样威吓你们 其实背后就证明什么 他们不蒙神怜悯 神的主权任凭他们肛硬 最终的结果是沉沦 而我们是如何 在这个苦难之中更加体会一件事 我们苦难之中仍然持守真道 信服基督 就证明我们不是沉沦 而是蒙拯救蒙怜悯的 所以希望透过保罗这段经文的论述 我们深深体会 我们是原本不配的 只不过在神公义的救赎 借着基督满足了之后 神就主动向我们施展怜悯 被我们竟然配清为神的儿女 最终得着一切永恒的祝福 所以我们要深深地体会 神主权中的简选 怜悯临到我们 我们真的要大大的去感谢 清重施恩拯救 怜悯我们的神 今天第八课 《神主权中的简选》 第二节《罗马书》 第九章十四至二十三节 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